然后再介绍Michael Jordan 博客来了一位电机系的教授 他也是在统计系有教课 他说人工智慧革命还没有发生 这是2018年 这是他一个亲身经历 他说他的小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 就十几年前 就是2018的十几年前 然后他小孩子去检查 发现说这个有一个白点 那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 这个白点就是所谓的唐氏症 然后如果一般的做法 在2000年左右的做法 就是把这个小孩子拿掉 不要把他生下来 但是因为他本身是做机器学习 又统计学非常的了解 他去看文献 发现说 的确有 在1990的时候 的确有一个英国的研究说 如果你在超音波的时候 看到白色的点的时候 那真的会是唐氏症 但是呢 经过十几年 技术的进步 在一个小小的sqft 就是2.54公分 底下呢 有增加了100多个pixel 也就是说 现在技术的进步 导致你机器的解析度变好了 所以呢 根据他的专业判断 他觉得这一些白色的点呢 根本就是虚假的 false positive 也就是positive 就是说有唐氏症 false就是说没有 是假的 结果呢 他就把他这个推论呢 跟他的这个医生讲 他医生就讲说 哦难怪解释说 为什么这个新的机器来的时候呢 一些年前 然后我们看到唐氏症的这个诊断呢 就上升了 所以呢 他就非常的震惊 想说 在那一天里面呢 有很多的小baby 还没有出生 就因为怀疑他有唐氏症 把他堕胎堕掉了 其实根本上不用死的 所以这个在跟我们讲说 这种资讯系统 这种软体 这种也是影像识别 对不对 这种软体呢 在我们生活中到处出现 但是呢 我们解读的还是人 所以这根根讲说呢 我们就算说 你不要当软体工程师 你也要知道他运作的原理 功能跟限制 好 然后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除了有助于职压发展 也就是说呢 那你除了软体系统开发之后 那你要懂这个系统啊 他的使用啊 他的销售啊 那至少呢 最基本的 在上面这个例子里面呢 可以增加生活的幸福 后来呢 他这个女儿生下来 健康 非常非常的健康 根本没有唐氏症的这个情况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非常重要就是 我在我们这个生活中 现在这种系统越来越多 我们要知道这一种 可以自动化的 所以呢 很多工作如果自动化 就会被机器取代掉 被软体取代掉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这一些系统运作的原理 然后我们去操作这些系统 去维修这些系统 所以基本上呢 为什么现在呢 这一个AI 会摧毁 摧毁 Destroy 非常多的工作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 也会产生非常的多的工作 就像工业革命 汽车革命 汽车出现的时候呢 很多人以前传统的做马 很多人马呼啦 养马的啦 那一些产业的人就不见 但是呢 就会产生新的工作 修理车子 维修车子 诸如此类的 所以这个呢 这是同学们必须了解的 这一个未来的发展